食貓山王冰皮月餅 肯定是香港好推動 定購電話 621-1161 食貓山王冰皮月餅 肯定是香港好推動 定購電話 621-1161 我帶給尋找 分燒合作夥伴 有興趣打電話來 621-1161 回來第四節 星期二得到 因為之前講了很多話 不夠時間講 我們很想講的東西 所以要加時 剛才大匪說 有些網友批評我們 寒蟬效應 寒到不敢講大陸話 這些人真的要被人屌屁股 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最近這幾個星期 吃烏野傳來一部講大陸 六萬view 第一個六萬view 就講習近平會有下台危機 全宇宙 只有我們敢講 宇宙 我敢講全宇宙 沒有人敢講這些說話 後來有花生台跟我們說 他覺得氣氛不尋常 所以我們之前是沒有人講的 再前一個星期三萬多秒就講 十九大王岐山 江派要脫王岐山 上個星期就講南泥灣中鴉片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火星三個星期 還是剛剛昏迷了 所以聽不到 如果是 我原諒你不用叫屁股 如果不是 VPN回不了場 要付錢的 要買高級的VPN才行 之前我們一直都沒有停過 斷斷續續 從來都沒有停過 這節也要講回大陸話 既然多人聽修德 就繼續講 而且我們節目從來都沒有忌諱 對於講大陸 從我以前做節目到現在 因為從來都是我自主研發的 一個叫做天安門大節 一個就慶祝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這個周年慶11月7號 我慶祝了幾年了 每一次節目我都有講 每一次馮鴉片那天 我都講的 沒錯 從來沒有間斷的 沒有斷的 接著說中氣集團 說那些東西 沒有停過的 是不是 所以那些人說 喂 你回大陸做生意 我帶大陸很多生意 我生意不少 是不是 但是我一樣照說 有什麼所謂 是不是 我又不出樣子 那些人又不知我是誰 是不是 所以我便安全一點 哈哈哈哈 那我沒有問題 我一樣照說 我不會有韓善 因為不需要韓善 是不是 我又不會周圍告訴別人 知道是誰 是不是 那麼 現在呢 剛剛報紙 這個叫做 是不是華爾街日報 不是 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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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講習近平 未緊就會 進一步獨裁 他說 可能 有機會廢了常委 就將這個集體領導廢除 主席制 就變成好像以前老毛時代的主席制 就是 因為老毛是黨主席 而他現在的身份叫總書記 因為總書記其實是差不多鄧小平時代 才恢復總書記的 之前好像是沒有的 沒有 沒有 因為就算華國鋒當時也不是總書記 他好像是國家主席 不是 他是軍委會主席 軍委會主席 國務院總理 連上 連上 是不是 當時也不是總書記 我記得 好像是之後的趙紫陽 胡耀邦 胡耀邦 是 胡耀邦總書記 然後趙紫陽 是 當時的國家主席 由李鮮念做過 跟著就 楊尚昆 楊尚昆 跟著楊尚昆 當時國家主席是一個虛陷來的 因為國家主席呢 在叫做 六十年代還有國家主席的 後來就因為 劉少奇就沒有了 劉少奇就被人堆倒了 就沒有了國家主席 而九大的時候呢 那個廢除了國家主席的林彪 就因為這件事 就要逼老毛 想兼任國家主席 就跟老毛罵得很不愉快 總書記之前是有的 再之前 但那時的職位其實就是 沒有那麼高的 沒有那麼高的 好像鄧小平曾經在五十年代都做過 鄧小平是 所以反右是他主持的 是 總書記 是 所以為何到今天 反右是沒有平反 還有十幾個右派呢 是因為當年鄧小平自己做的 是 現在不能推翻 其實鄧小平也是他主持 很多壞事他們有份做 鬥高剛他有份做 反右他有份 是文革沒有份 就做受害人 那我們說回 現在這個 習近平 他是想走回老毛那條路 所以輪失蹤了 現在北大河應該會議 是 消息就說現在北大河的領導人 常委 那些國務委員 什麼東西全部齊集 在那裏 就在說數 即是現在未來怎樣 今次開會 常委人數幾多個 那些職權 各方面 最重要就是王岐山寶 沒得住 那他呢 因為現在做了三軍統帥 那兩次閱兵呢 以前就從來都是首長好 首長好 那今次呢 就改了做主席好 這個也是一個寓意 有一點啟示 因為呢 他現在想推翻他 即是想他 推他做國家主席 即是在試水溫 不是國家主席 是黨主席 因為有個問題的 現在他那個常委制 就只能夠做兩屆而已 即是一個不成文規定 好像有沒有寫入憲章 沒有 沒有寫入黨章 也沒有寫入憲法 但是呢 黨主席就好像沒有這個限制 你現在都沒有這個位置 因為沒有嘛 那如果是有的話 即是突然間 潛建了一個黨主席出來 就沒有這個限制 因為沒有嘛 那你黨主席 理論上可以做一輩子 第二 剛剛在這個 朱日和月兵呢 他就說 不會被槍指揮黨 那意思就是 共產黨一定懂得聽他的意思 即是說呢 他永遠是黨指揮槍 那如果他做到黨主席 他永遠都是指揮槍 那軍委會主席 給誰做都無所謂 是吧 等於他話了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的一個原因來的 但是這宗消息爆出來 究竟是真還是假的 還是有人爆出來 想他見光死呢 是的 還有美國之音爆出來 是的 因為呢 美國之音有一個常客叫郭文貴 那邊的勢力 大家都很明顯 其實 大家都很明顯 是知道他那邊 都是有他的 希特納張大的 目的都是要賭習近平的 其實就是 現在不是江派 或者習派 是應該是賭習派 是因為分餅仔 真的分得不暈 你經常以打貪為名目 但實際上就是你個人最貪 那即使我買 買還在你那裡都死 因為你可能你 你習近平下都有三條線 我買其中一條線 A隊B隊C隊 我買C隊 但原來突然間A隊B隊 加B隊 我也是沒得路 那不要說其他所謂 所以根本上是 共青團也好 江派也好 基本上只要不妥理習近平 現在都連勝一線在玩 所以我不覺得 可以取消到常委制 這個應該很難的 因為呢 當年就是因為老毛 一個人說了事 那所以呢 到後期鄧小平 才要推這個叫集體領導 不能夠一人獨裁 是不是 那他原因就是 當時其實老鄧上來的 很大原因 其實都是因為 有這個華國鋒的 是不是 華國鋒是 這個黨政軍大權 等於第二個老毛 如果當時 如果不是最後推翻 就是因為他 當然是跟別人說好 現在這樣不行 又是跟老毛 第二個老毛 都是肥肥一點點 在嘴裡沒有粒粒 是不是 如果不是跟老毛粒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他一定是跟其他的八佬 推銷了 什麼宋任窮啊 李仙廉啊 黃鎮啊 黃鎮啊 陳雲啊 那些不是現在那個 葉劍京那些 他當然是跟這班人說好 喂 不如這樣拉他下來 大家集體領導 你又是皇帝 我是皇帝 大家做八個皇帝 大家共子 是吧 共子的國家 以後你的子女又是皇子 我的子女又是皇子 那變了呢 就 喂 那些人一定受的 對啊 有八個皇帝 好過一個皇帝 起碼大家平息平坐 那所以呢 所以呢 集體領導呢 是很難打得破的 但是以這條訊息出來的 有什麼政治含意呢 其實我覺得未必是 習近平想這樣做 而是 有些反距的倒閘派 是故意將這個消息放出來 塑造成 習近平是一個 要差不多要走帝制 要走回舊路 要消滅這個集體領導 要走回一個個人獨裁的老路 而從而呢 是將他鬥倒的 就是我覺得是 如果這條線成立的話呢 就是 習近平可能 我們有機會猜中 就是他可能被人逼他下台 有隻架空他 當然啦 你說要他下台已經很難 但是如果他到時 保不住王岐山 只剩下一個人的時候 已經很明顯已經是失勢的了 到最後 你到時就有一個 虛閒 等於一個象徵式的元首 下面的人全部都不理你 甚至乎 他開自己請辭的嘛 老實說就是老懵懂 說自己哪裡病啊 到時就辭職 不奇怪的 絕對有機會會發生這些事 因為始終都好 雖然你說太子黨支持你 我都不相信 整個太子黨支持你 現在還有太子黨支持你 你怎麼說呢 因為你一個人 就要說了事嘛 太子黨以前 大家都是王子 到你做了一個皇帝的時候 其他就不是王子了 已經過級 是吧 因為以前共青團那時候 就是溫家寶 胡錦濤那堆人 就在那賺大錢 你就眼望望看著他賺大錢 到你上台之後 他就捧了你習近平 想幫他們賺大錢 誰知道到後來你鬥了我 其實應該是說曾慶紅那班人 因為曾慶紅扶他上去 你也是曾慶紅扶上來 你要搞太子黨 要搞紅二代 你也要問一下 這個黨魁才行 你不要以為曾慶紅是流的 還是很冷靜的 現在整個太子黨 還是以他為馬首時佔 你看著 整個利益 被他破壞著 蠶食著這個利益 想把這個聯盟打破 其實是很大的反撲 我覺得這幾年來 是不斷把習近平 塑造成一個獨裁者 當時他上台那一刻 我覺得這傢伙真的要清帝 不是開玩笑 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像一條清帝的路 問題是他自己上台 還是身邊的人 推他做 推他做 因為身邊的人買中他 當然希望他大權在握 統領全國 其他人也有捧殺這回事 你知道中國人最厲害 槍彈出頭戀 中國人最厲害是捧殺的 外國反而可能少些 因為不懂得玩得那麼賤 不懂得玩得那麼絕 你看到中國很多政治 就是 你看到以前那個康熙 有這麼多的太子 判太子就是造反 一樣的 捧他 捧到他心裡 覺得是時候要做皇帝 為什麼太子兩次謀反 都是身邊的人判 現在習近平 其實我覺得 初時我覺得他真的是 喂 你當時早幾年 整個行為 那些言行舉止 很明顯你都好像想稱帝那樣的 身邊所有人逐個逐個被你殺 然後你就集權 什麼小組都是你做組長 做夠了 連經濟你都要管 是吧 財經領導小組 他是做組長 什麼中央財經 什麼領導小組 什麼小事都做了 那你等於 你跟做皇帝有什麼分別 做皇帝都看什麼皇帝 他是不像康熙 像翁正 什麼都自己拿出來做 是啊 這個真的像 那問題 你有沒有這樣的魄力呢 你有沒有這樣的政治智慧呢 就是可能部分有 但是呢 從很多很多 就是你見近一兩年那種 國際局勢 你看看劉曉博這件事很明顯顯出那種 除非他顯出那種 覺得自己是大國的那種自信 我什麼東西都大了 不需要看其他人的 如果真的這麼有自信 就放了他很久了 真的沒有 是啊 其實他主席好這一句 其實是誰的指示 不知道 可能是 賜他 可能是賜他 但是老實說 不會抗拒的 任何人坐到這些位置 都不會抗拒的 就是正如老蕭 是吧 你那些人叫 喂 蕭先生很厲害 他都很嗨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樂在其中 覺得真的很厲害 老毛 四十年代 那些人叫毛主席萬歲 第一個叫的 那叫劉曉奇 立刻被老毛打斷 他說人沒有可能萬歲 我們不要搞個人崇拜 你想想到林彪上來 不是萬歲了 是萬歲萬歲萬萬歲 林彪每一次拿著語錄 玩歲 玩歲 即是用湖北口音讀出來 不斷地說 老毛聽到 飄飄而 接著有條片 是 那個 侯德健 有首歌叫 愛人同志 是吧 有條MV 就是拍文革時候 毛澤東 坐在一輛軍車上面 兩邊站幾 一百萬群眾 在車上揮手 那種嗨到 他覺得他是 不是皇帝 他覺得他是上帝 羅大佑 羅大佑 那首《惡人同志》 有條MV 在上面找回 他在吉普車上面 月兵 不是月兵 應該是國慶巡遊 旁邊兩邊都是人 那些群眾歡呼 葉劍英和他同一輛車 然後他拿著帽子 兩邊望 那種顧叛自雄 他真的覺得自己是上帝 有點像希特拉閱兵那些片 對 應該是比希特拉 因為希特拉 希特拉當時好像都有萬歲 好像都有萬歲 希特拉那些 好像都有喊萬歲 但是未去到萬萬歲 然後還出賣郵票 無主席萬壽無僵 五個無頭 已經是去到這樣了 但是現在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 慢慢的身邊的人 都會這樣撥他 遲早是擦槍走火的 我覺得撥他的人 又希望他兄弟 可以真是一言堂 不用理其他 什麼牌都要消滅了 但是在你的對面的敵人 只會越來越多 而且是拔倒他的勢力 是越來越大的 我們分析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近來大陸又敢VPN 一來要封鎖你的消息 不讓大陸不斷傳下去 因為大陸你也知道 共產黨上台 是槍乾子加不乾子 你看他不乾子 其實可以分析到他的心態 其實共產黨每一句說話 都有政治含意 但是現在 因為那個宣傳系統 被劉雲山控制了 習近平控制不了 有很多事情 習近平有時候說人話 他們不報的 這個劉雲山 不報他的事情 只是說他的很強硬的說話 那就塑造了一個形象 是不是 因為其實近這一年半載 大陸很多事情 是不會出這麼差的決定 或者這樣的風聲走漏出來 但現在他不停在出錯 每一件事出錯都證明 習近平不能控制大局 控制不了大局 沒錯 就像小熊維尼那樣 把他就玩了 是啊 我們上集分析 小熊維尼幾安 很明顯真是玩尋你 加上劉曉波那件事 是否真的做到這麼欲酸 全世界呢 現在因為你有錢 真的不敢出聲 但是在全世界 那些領袖心目中 你老母看你幾乎是死 一定是這樣的心態 這句說話翻譯成不同的語言 都可能是這個意思 不只是套你 是所有的人 譬如可能你的人民 走上來 譬如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那中國人很麻煩 但是那個時候 心底開始看不起你 就是因為你連這個人 都不放過 因為每一年的和平獎 都會頒 你每一年都會有一張空椅 其實很影響 就是每一年的人提起這件事 我們就說香港人就堅持六四 你都這麼硬眼 而且全世界都未必一定 全世界再把注意力擺在我們香港人 好像華盛頓那個 叫做中國領事館門口那條街 叫做什麼劉曉波廣場 是不是好像講了名 劉曉波路 劉曉波路 想講一句 是的 澳洲都有一條了 現在全部都是 那個問題就是 遍地開花 遍地開花 你每一年一到的日子 我們六四 雖然天安門大節都好 每一年我們香港人提醒人 但是全世界已經 開始很多淡黃了 不記得這件事 但是 劉曉波是 香港不是全世界的焦點 但是劉曉波這個和平獎 永遠都是焦點 每一年都會講 每一年曾經在生的和平獎得主 都會再訪問他一次 由他把口說 劉曉波這一個人 這件事是怎樣 每一年都要講的 也都會再訪問這個昂山素姬 也都會一定問奧巴馬 是 很明顯你是沒有大國的自信 你有那種霸主的心態 但是沒有大國自信 老實說你放過劉曉波 你真的怕他會做到甚麼 顛覆到國家嗎 說真的 任何一個民運人士 或者反對派出了國 就沒有力量了 這個歷史已經證明了 歷史已經證明了 歷史已經證明了 對 出到去就沒有力量了 不用危經生 不意外戲 不意外戲 你不要不說這些 說這個… 陳甚麼成 陳德甚麼成 陳光成 陳光成 那時候搞到這樣又蝙蝠合去 又被人打 但問題就是 你一放我出去 你甚麼事都沒有了 甚麼事都沒有了 是的 其實放我出去 反而解決了這件事 余傑 在大陸被人打 打完去到外國 現在就在外國生活了 還做了特朗普支持者 是的 沒所謂的 因為已經去到的時候 中國人特性 你們就會在外國內鬥 你看一下 魏京生覺得他是民主之父 然後不停和其他人在這裏 不停外鬥 是的 要爭做大佬 每個人都爭做大佬 但是這些所謂大佬 根本上都沒有影響力 是的 因為你根本這些… 離開了國土 就沒有影響力了 還有一個問題 共產黨是會找很多人 在你身邊製造很多事 令到你那些壞事 就放大很多煤 小小事 然後一定會威逼你身邊的人 就特意製造一些醜聞給你 黃丹經常攻擊他是同志 又說去叫咬 台北叫咬 共產黨專門做這些事 不用了 吳宇開希為何這麼肥呢 因為他在吃雷固醇 因為他有病 吃到這麼肥 這個又跟他當年的形象差很遠 是的 以前年輕人很英俊 因為他現在在吃雷固醇 整個臉都圓了 現在胖了這麼多肥過我 今天胖是腫 整個臉都圓 因為吃雷固醇是後遺症 你看看 你可以 習近平 我猜兩三天出現 那你說 這個青帝之路怎樣 我覺得他很難 青帝成功 可能會失敗 甚至乎好像洪獻一樣 做一段很短時間的主席 然後就被人拉下來 不奇怪的 我覺得真的有機會走回舊路 因為歷史往往都是不斷重複的 而習近平現在呢 有機會是被他身邊的人 推他上去 要削掉其他人 但是其他人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容易廢 我都說了很久 江澤民 曾慶紅這個集團 曾慶紅厲害的厲害在 我都 節目講了不止一次 講了幾十次了 是厲害到 他是去照顧 所有那些紅二代 官二代 沒有 紅二代 革命二代 你想想 他連林豆豆都有照顧 林豆豆已經沒有力了 他老爸這樣 死者溫度意寒 誰會看林豆豆 就是曾慶紅 會看林豆豆 他連林豆豆都照顧了 你想想 全中國的所有紅色江山的人 他是照顧了 所以他叫做太子黨黨魁 李習近平是他捧出來的 他要搞死你 他又有能力搞死你習近平的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那個利益牽涉到中國的利益實在太大 一間海航說說幾多萬億 跟著安邦保險又幾萬億 每間都說幾萬億的 即是你整個中國的太子黨 可能控制是說過百萬億的 是不是 過百萬億是等於美國的M1供應量 那你想想 這麼大塊錢 怎麼可能被你習近平一間話大事 你說撅開以前 回復集體領導 每人一份 每人五千億身家 可以嗎 喂 別說五千億 每人五萬億身家 行不行 原來不行 你要一個人一百萬億身家 其他全部零 現在就是這樣 你說會不會反撲 所有的私生子也好 真實的子女也好 其實已經鬥到 全部人都已經拿了安全護照 去了美國 去了澳洲 去了那些地方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真的說得了事 個個有安全感 就不用子女在那裡 是現在越高層的人 就越不能夠有裸官 是 那時候說 不是習近平說的 但是現在個個都是裸官 包括習近平都是裸官 那個女兒走了 對 那為什麼 她說她姐齊喬喬 是澳洲人 全部 除了習近平兩夫妻不是之外 對 她老母不是 她老母在深圳住 沒有外國護照 對 只有你老母 即是你老母 即是你兩夫妻 為什麼這樣 你都說了事 那為什麼要在外國 因為她都怕被別人清算 大陸 真是中國人的清算 就是講含家產 就不像熱狗那邊的清算 真是含家產 真是要你滅族 好像這個時候 怕你報仇就是抄家滅族 好像這個時候 早前 就已經傳薄熙來放了 保外就醫 保外就醫 說你肝癌了 保外就醫 怎樣怎樣 接著去一個很 我不記得去哪裡 去審養 大廉 回到大廉 大廉一個風景很優美的地方 給她安度餘生 為什麼 習近平 如果我和你搞到這樣 我肯定要捏死你 但是為什麼還可以在這個時候 放到她出來 因為那個仲裁人不是她 話事人還有一個阿公在後面 曾慶豪 還有一個太子當黨魁 是不是 你一定有一個邏輯性 千方百計 就要剷除薄熙羅的勢力 是不是 未必坐到你老死 但是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釋放你 還要在大廉那裡想辦法給她安享 最後面 如果真的有病的話 那幾年 是 為什麼 問題就是 為什麼是大廉 她起始於大廉做官 既然是這樣 就不應該是大廉 放她到廣州 放回大廉 其實都是很出奇的 放虎龜山 叫做 每一件事 她都放她到福建 包括香港在內 香港有很多人 現在習近平怎樣怎樣 未來那時候撐六八九 西環治港 林鄭上了台之後 張曉明 整個西環所有的人 好像消失了 是啊 現在真的很低調 很低調 然後能夠繼承六八九 的陳茂波 一下反手 真正的財政司 那個就叫做任一招 任一招 因為由頭到尾 我們知道都是 陳茂波是會計佬 她想早班 將自己提升的民望 變成一個財政司 可以說得是 這個機會 林鄭都不給你 林鄭是有人支持的 一定做得到 所以就用任一招 來搞你 任一招一出來 一說一放話 你現在就變成了 陳茂波是個嬰兒 她要附和你所說的 她比以前電視沒有上過 陳茂波 是的 這陣子只是出網誌 是嗎 以前經常上電視的 你說六八九 怎樣可以2.0延續你 那六八九 你說是江澤民 去看他 捧他的 那你說如果 江… 不是江澤民 你說是 這個習近平 那習近平的勢力 現在香港變成怎樣 你突然間覺得 他上了台之後 這些人好像忍了形 是不見了 張曉明剛剛看見官大約出來 之後都沒有 書寺參觀 是啊 都很少報道 書寺都 沒有出來說話 很低調 真的很低調 你看陳茂波 擺得明耍你了 她來打卡 給林鄭 然後轉頭 剛剛我把椅子都還沒坐亂 那我就抬了任一招 說你相反的說話 因為當時你也是守財佬 是不是 是你延續六八九的路線 一個任一招 將整個輿論道向變成 真正的財政司現在就出來了 你又變了一條小子 老實說 任一招雖然是垃圾 都是好過陳茂波 那倒是呀 陳茂波真的是垃圾中的垃圾 是不是 你死人 濕家會計佬 然後會計佬 有國際經驗 對 有國際視野和人物 在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都曾經有朋友握過手 是財經界的 所以他真的有這個地位在 而陳茂波就馬上變成一個小子 你回計佬還是二流的回計佬 是呀 陳茂波可能是腳振 他開國際會計佬 你說 那為什麼這樣 突然間好像香港不同了 是不是 不是營造氣氛 是事實真的不同了 你就可以問為什麼 其實我也覺得 是真的 那個情況很特殊 你看最近這一系列 關於習近平的新聞 都好像有心想他死 每一句都不是對他有利的 表面上好像捧到他 目空一切 決策一切 是吧 但是實際上 你如果真的懂得看 共產黨以前不會這樣 真的要做那件事 因為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本身是沒有權 而你要集權的話 你是不能一開始這麼外露 是呀 你是要裝一下 他是外露到你完全不用顧忌 所以 王莽謙公下事時 是呀 是有過這樣的時間 然後才走去集權 很簡單 習近平走去 給特朗普召見 召見完之後 然後 在口在面地回大陸 然後 就開始封鎖北韓 大家看到有報道 就說連汽油都排隊沒有錢 接著經濟封鎖它 但是一個屈尾十 就全力支持北韓 是呀 為什麼呢 你明明已經是跟特朗普說念數 然後回去封鎖北韓 是吧 接著我那時候去韓國去濟州 其實已經說明文在人上 我們已經收到開放一些 這個旅行團來 就是中國旅行團來 大家做口做醜 做了一場戲 然後就來了 因為那時候已經跟朋友說 是不是呀 我們收到命令 已經濟州全面 解禁 解禁 解禁一些人 開始旅行團來 一個美食 北韓射兩支飛彈 接著再裝塞德系統 那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你明明已經是 他都按不住 他都按不住 是 而按不住的時候 也都北韓制裁不了 而且還在放水給他 是 令到他有生機更加 即金正恩 更加發瘋 更加發瘋 不是更加發瘋 即是有錢 現在北韓有了錢 是的 這個金正恩有一件事很厲害的 就是他真正學老母那個叫金正恩 靈要核子 不要父子 我一天有核子彈 我才能夠做事 我千方百計都要做 你不是說我瘋 而是他不停地做 做因為我 只有越強的武器 我才能夠 有本事你就打我 你沒有本事的 到最後你都要跟我講數 因為只有我才行 玩到你中國 美國 韓國 這個人很聰明 現在反過來說 是因為他明白了 知道那件事是一個保護身符來的 他也知道 如果沒有那件事 他隨時會被人斬首的 如果你說你現在給經濟利益我 我不發展的話 那到大家 即是整個國家 即是封閉式社會 當大家變成一個開放社會 接著你給經濟利益我 接著我就開放 一開放我更加藏不穩 是的 那我現在不如我想辦法集權 高度集權在我身上 我和你搏 你還要給我利益之餘 你還要看我面後 我還可以拿到更加多的東西 這個人才是聰明絕頂 調整個時間 才射兩支飛彈 他在適當的時候 做適當的事情 是的 因為知道 美國人都會投鼠的東西 其實投鼠的東西是中國 不是美國 美國那裡老實說 最多你就射兩支手耳 對美國人沒問題 你的導彈射不到美國 一射到海中心 就被導彈攔截了 還有一件事 擺明 我說去韓國的時候 去濟州的時候 早兩個月 他們都說文在寅一當選 其實文在寅已經很下氣跟你說 大家可以緩和 他在這個時候射兩支飛彈 局南韓 佈滿了這個實得系統 你中國都下不了台 那你說你自己本身 中國習近平不是控制到大局 他都控制不到 控制不到 所以 不是那件事 這個人聰明 但是習近平真是反動 就是那個叫做薄熙來沒有說錯 那些肥仔 在他最後是有原因的 是啊 因為他真是人心 想著我鬥貪 他是拿人心 但是當你大踢爆的時候 其實我和那些人是沒有分別的時候 那些人看你習近平 就不是覺得你反貪 又變回原始最初那件事就是 他上台沒多久 我已經說了一件事 習近平反貪 是等於發了一個獨家代理給自己 他可以貪你不可以 一樣的 中國沒有可能那些官員不貪的 只是問題 你不可以貪 是誰貪 他認可那些就貪得了 不是經常說提老蕭抽老蕭水 因為老蕭最多人聽 亦都是最有公信力 就是我們所謂網台最多 最講話 邏輯性最高 他說習近平可以控制大局 只有習派 他亦都說過 習近平真是決心打彈 是不是 這個他好都是老實說 你說他最有公信力這件事 我不敢 就是市面上計 我就不敢認同 不過他很多事情 就很看表面 看完表面 他就當了是 老實說 很多事情他都不去求證 最簡單 講習近平肯定是錯 第二 他講李嘉誠很快不行 怎樣怎樣 肯定是錯了 李嘉誠馬上再賣150億 顧網店 李嘉誠那個部署 對的 香港他都被人邊緣化 其實所有華商都被人邊緣化 港商 他的做法是對的 現在的錢去了外國 那些才是錢 在香港 那些很危險 因為李嘉誠曾經說過 要投資就是去一些 有法治保障的地方 是的 他講得很清楚 這樣才對 你賺了多少百億人民幣 都不是你的可能 是吧 你都找不到出來 沒錯 就算找到出來 未必可以變回真正的錢 是吧 所以 我覺得 現在八月頭 接下來 這次十九大 真的會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 以往都很少發生 我亦都不相信 常委制會被打破 我也覺得是 這個世界 是可以爆冷的 有時候有些事情 譬如說 十七大之前 十年前 剛才爆過習近平出來 是沒有人想到習近平的 是沒有人想到 是突然間爆了一件出來 每個人都說李克強、李源潮 是的 說李克強、李源潮 然後格在陰點 那個叫做 胡春華 又要說 先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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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蕭的時候 說胡錦濤應該全部搞定 他從來都是看表面的 結果 其實不是 他從來都是買大二門 大二門 他覺得贏硬 翠河1.2V贏 金沙寶1.3V贏 金沙寶1.3V贏 金沙寶就斷腳 結果突然殺了建設平平出來 是大家猜不到 所以 脫勾、退聯 他買大二門 全都輸了 沒有人猜到 希拉利是大二門 特朗普他專門買大二門 所以這次 這個叫做777 他不買中大二門 對不對 1.1倍 其實他的脈絡是對的 他從來都是買大二門的 所以一爆冷他就輸了 脫勾 買大二門 又加起來 特朗普不希拉利是大二門 然後香港777又是大二門 香港大二門就穩陣 因為共產黨是拿著食眾 你買大一個開小 你買小我開大 所以他可以控制到的東西 節目是不是時間差不多 加了一節 加了一節 大家聽得過癮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已經有13000多 當然距離十萬目標很遠 希望大家努力 嘩我們何時頂了十萬目標 沒有沒有的 剛剛今天有的 目標剛剛定的 希望大家努力一下 希望我們 其實現在我們行上節目 平均15000左右 但其實我覺得 都會有進步的空間 希望我們行上節目 可以平均衝破兩萬 因為現在很多 逐漸有兩萬 但都未去到平均兩萬 希望我們繼續做好些節目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兩位嘉賓來 Billy其實國內這麼經常回去 其實都可以定時跟我們說一下 那些內地的情勢 因為我們不是經常回去 我們不是不清楚 因為你了解那件事 你起碼經常看著 你才會真 聽人說的 和看大紀元劇沒有什麼分別 還有我喜歡看大陸電視劇 同樣 和大陸電視中藝節目 我很喜歡看 中藝節目不一般 但好像近期剛剛 說多兩句 剛剛看了 《神探碑人傑》第四部 幾乎打爆平均電腦 我還以為 我還以為 那些三生三世十里銀灘 我看一些劇 是沒有香港人看的 我看那些抗戰劇 什麼地火 之前抗戰劇 什麼離戰行動 但是看著看著 有時候也受不了 不,最近有到破了紀錄的電影 吳京做那裏 40億了嗎 戰狼2 戰狼2 這麼厲害了嗎 40億過了 有歷史以來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初初上映的時候 10億 這麼快40億了 過了40億了 賺大錢 但那套建軍大業好像很嚴重 建軍大業 大陸也不想看 那是政府不同的 戰狼2 還要花錢 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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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政府的事情 越來越想 都知道你夠說 其實大陸的人 很多都很反共 不是我們 本身我們接觸很多官 最反共的是他們 對共產黨 最反共的黨員 是呀 黨員一說起共產黨 吵你了 又在那裡說真的 這是真人真事 我們賭博的時候 我從十幾年前的時候 已經跟他們相似的時候 每個人都 收地那個 吵你了 他們 吵共產黨的 每個人一天 一說共產黨不好 就吵樹 你說得對 你說得對 他覺得你說得對 他吵你了 是呀 真的 大家賭起 都吵 共產黨真是罪不可扣 賭博也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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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時萬聯經常輸 萬聯經常輸 萬聯需要一個共產黨 這樣 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也是 很好用 他們一說 他們的主旋律 但他們每天都在這裡 自己深 隨便說 共產黨就是一個 混蛋的代名詞 雖然裡面知道有多混蛋 是呀 他們自己知道 其實真的 所以網友很多 他們真的 不是 他們說 吃地高油的麵 抄中南海的心 你們本身吃開地溝油 你們覺得自己 中南海統治者 是嗎 真正在大陸的統治者 跟我們的思維一樣 你們難怪要吃地溝油 對不對 今天節目真的過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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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是嗎?